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和李沁的精修图太丑被吐槽 学学欧阳娜娜的摄影师 近日,年度盛典活动正在举行 美女如云,帅哥如林的活动现场 明星的美貌怎么也欣赏不过来 高挺的鼻梁,精致的嘴唇 还有明媚动人的双眼 以及飘逸的长发 迪丽热巴的生图真的很撩 李沁的生图笑起来好甜 洁白的牙齿看着干净整洁 还有亮晶晶的眼影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瞬间感觉整个人都散发着魅力 迪丽热巴,李沁,欧阳娜娜三个人的生图没什么好吐槽的 但是三位的精修图就天差的别 生图本来就不太清楚 许多人会跑去工作室看高清的精修图 结果迪丽热巴和李沁的精修图太丑被吐槽 并且喊话学学欧阳娜娜娜的摄影师 迪丽热巴和李沁的摄影师估计是同一个 审美也差别不大 都喜欢用一种朦胧的感觉 但结果太过于朦胧 直接变成了模糊 掩盖了明星的颜值 先看看迪丽热巴工作室放出的一组精修图 朦胧的感觉里根本找不到迪丽热巴的美 完全浪费了迪丽热巴的颜值 再看李沁工作室晒出的同款精修图 严重怀疑和迪丽热巴的摄影师是一个人 用了相同的构思方法 李沁用了杀裙的裙尾遮住了脸 给人一种若隐若现的既视感 摄影师的想法不错 不过拍摄出来的效果确实不敢恭维 不知道的还以为触电了 同样的用杀遮住身体 给人以朦胧的感觉 李沁和迪丽热巴的摄影师 可以向欧阳娜娜的摄影师好好学习 欧阳娜娜看起来就很高级 用杀遮住眼睛 光洒向脸庞 杀的影子就映在了欧阳娜娜的脸上 宛若出水芙蓉 特别高级和高贵 就像在漫步在云间的仙女 若隐若现 同样的一场活动 都想表现朦胧美 李沁和迪丽热巴的摄影师就显得差太多 晒出的精修图也被吐槽太丑 别再用杀挡住李沁和迪丽热巴的美丽 两位女明星长成这样真的很好看 跪求造型师别再浪费两位的盛世美颜 不用杀遮住也很好看 希望迪丽热巴和李沁的造型越来越好 对于朦胧美的表达 你更喜欢哪位明星的摄影师的诠释 迪丽热巴 李沁 欧阳娜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